我的儿子十一岁 颇有善根 但喜欢吃鸡蛋 他想请老法师开示 鸡蛋是鲜还是素 吃长素的人可以吃吗 因为别人讲儿子不相信 最好不吃 那么这个蛋 如果这个没有公鸡交配的蛋 它没有生命 这个蛋可以吃 就是现在这个养鸡场里面养的 这专门生蛋的 没有公鸡交配的 这个蛋可以吃 可以吃 可是我前几年参观一个养鸭场 我看了之后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养鸡场养鸭场的蛋 不能吃 为什么呢 我参观这个养鸭场 里面这个 他们的管理人员 拿了一个小鸭子 放到我手上 跟我手掌一样大 这么大的鸭子 一样大 他问我 这是法师 你看这个鸭子 出生多久了 我估计 我估计至少一个星期到十天 他才能长这么大了 他刚刚出生的时候 从蛋里面就跟蛋一样大了 所以他长这么大的时候 至少要一个星期到十天 他告诉我 昨天出生 我说那你这个鸭子的时候 养多久出去卖呢 两个星期 我晓得 我们从前在农村 鸭子要养大的时候 差不多要四个月到五个月 正常的是半年 就拉出去卖 现在两个星期 你就想 他喂什么东西 他喂的全是化学饲料 让这个鸭子 就看他这就长 上午下午跟下午就不一样 他长得那么快 所以这个是 这个呢 他吃的东西的时候 是不使正常的食物 不是他自己在野外密食 是人工用的化学东西 这个就都有带着病菌 那么这种鸭子生的蛋 能吃吗 鸡也不例外 所以现在肉都不能吃 这个饮食里面 这奇奇怪怪的病 都是从饮食来的 病从口入 一点都不错 所以我看了之后就说 告诉大家不可以吃的 那个太可怕了 那个厂 是在山东 我看的 厂里面告诉我 他们这个鸭子 是供养北京烤牙 北京烤牙 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他们这个厂里面提供的 这还得了啊 好在我们 速食啊 已经成习惯了 对于婚姓 没有法子忍受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饮食 齐居 感染 许许多多疾病 是没有法子 避免 那这个不能不注意 就是海鲜 也有问题 海水污染 所以海洋里面 有许多 生物不能生存 都绝肿了 现在能够侥幸生存的时候 他们每天吃的东西 都含有毒素 你说多可怕 那你素菜 现在也不保险 为什么呢 农药化肥 很重 在台湾 我遇到过 卖菜的菜农 他们菜都非常好 但是他们自己不吃 为什么 过量的农药 他是卖给别人吃的 因为别人要好看 那才好看 他自己吃的时候 自己吃的时候 另外种的时候 没有化肥 没有农药 有虫吃过的 样子不好看 他吃的 这是中国古时候的英语上 谋败海命 不考虑别人的健康 只是想到 怎样把别人口袋的钱 捞到自己口袋里去 别人死活 与他不相干 他自己吃的米 也是自己另外种的 不是卖的 卖出来 他里面加化石粉 那个米就好看 现在趁什么世界 正是无量受精 佛所说的 饮苦是毒 从前我们读这几经文 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看这个社会 这个经上讲的一点不错 我们确实 饮食 饮苦是毒 你说多可怕 那么现在最口靠的 就是自己种菜 除这个 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在香港地区 种菜很困难 他没有土地 所以我们在澳洲 就有很大的菜 我们自己种的菜 通常可以供养三四百人 没有问题 连我们是办个活动 可以能供养一千个人 一个星期 自己种的 这是最可靠的 这是说到我们的饮食器具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